我们看到这次新闻是调查局的官员和土方业者勾结 为的就是填海造路用的土方买卖 这当中牵扯到庞大的利益纠葛 那么基隆港务分公司当初为了要降低台北港物流 仓俗区的填海造路工程的成本 所以要求这得标的业者必须要以美丽方米 33块钱向其他政府公共工程购买工程土方来填海 结果其他土方业者看见有利可图了 就以美丽方米1000元的废土处理费的价格 引进了其他民间厂商营建废标这个废弃土 转手卖给了得标厂商 把废弃土捆入了公共工程的土方里面 再倒入海 那么估计获利超过了2000万元 沙石车进进出出再运一批又一批土包 台北港物流仓储区镇大兴土木 进行前海造路第一起工程 还有附近的南码头区五座多工能用土码头 也在如火如土展开回田工作 但这两大重要公共建设却惊爆弊案 而被不肖业者看中的庞大利益 就是这一堆堆看似不起眼的土方 因为想要造路必须购买土方填海 基隆港物分公司为了降低成本 以美丽方米33元的价格 要求得标业者向政府公共工程厂商购买工程土方 这时却有不肖土方业者引进营建废弃土 拿了美丽方米1000元的废土处理费 转而用其他手段卖给得标业者 将废土混入良好土方填海造路 如果以南码头区预计要购买覆盖的土方量 大约是24000立方公尺来计算 引进废弃土1000元扣掉政府收购成本33元 获利至少超过2000万元 左手进右手出完全不用成本 轻松赚进大把钞票 难怪引寝不肖业者寄予 不惜花钱书通花酒招待 也要插手无本生意 从中猛利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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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